欢迎来到进转全球 我是黄胜凯 联络主席鲍尔他铁了心要把通膨往死里打 上个礼拜他加速升息谈话 让美股吓到下跌将近1000点 亚古在今天接连重挫 尤其中国的疫情他烧进了北京 让上证指数暴跌超过5% 投资人现在只能指望 整个美股的企业财报可以稳定军心 不过我们来看到尖亚古之一的Netflix 他在上个礼拜公布他的财报之后 股价在一天之内重衰三成 等于现在尖亚古他已经铸掉一颗 那其他的尖亚古他的财报 让投资人又期待又怕受伤害 反倒是美国的航空股 他的展望特别乐观 在逆风当中蓄势待发 我们来看到美国三大航空公司 他的第一季财报 在近期是陆续的揭晓 虽然在第一季都还在赔钱 但是业者看好第二季将会转亏为盈 联合航空他的获利 甚至可以渴望创下新高 而且三家公司他都预期他的第二季营收 会超越疫情之前2019年的水准 我们来看到美国航空第一季 他每股亏损2.3美元 不过他的展望特别的乐观 所以在公布这样的财报之后 他的第一天股价还是上涨将近4% 达美航空他更是大涨超过6% 联合航空他的第一季 每股亏损超过4美元 股价照样狂飙9% 虽然人力短缺这些因素 导致这个航空公司他的运能受到了限制 但是因为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的影响 如今业者他的定价能力 是比过去还要来得更强 我们来看到目前美国他的机票价格 跟去年同期来比一比 是大涨超过了50% 航空业准备加速复苏 也带动了纽约证交所的航空股指数 三月初以来已经上涨了37% 美国上个礼拜宣布了 取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他必须要戴口罩的规定 很多的航空公司都已经配合 他不会再要求乘客上机必须佩戴口罩 所以渴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旅客回流 此外国际油价回档也有利航空股 尤其是中国的疫情持续的恶化 上海等地的疫情 它冲击到消费跟生产 不利于原油的需求前景 纽约原油期货在今天的亚洲盘 一度大跌将近4% 再度的跌破每桶100美元的关卡 触及了两个礼拜以来的低点 其实不只是欧美国家 它开始放松他们的管制 跟相关的边境政策 连过去管制比较严格的亚洲各国 它也陆续的解封开放 带动了商务跟休闲的旅行的需求 大幅的反弹 现在整个状况 连这个联合航空的执行长他都表示 现在增加的状况是他入航这30年来 都没有看到的盛况 美国三大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 达美航空 以及联合航空 今年第一季都还在亏损 但随着旅客大举回流 这些业者不约而同 看好第二季将转亏为盈 激励股价大涨 美航透露今年三月公司营收 是两年多前疫情爆发以来 首度超越二零一九年水准 联合航空执行长科比则表示 目前这波需求激增 是他入航三十年来 不曾看过的盛况 超大型客机在空中盘旋 全球最大同时也是效率最高的 双引擎喷射客机 波音777X在亚中首次亮相 劲敌空中巴士不甘示弱 也派出A350-1000表演飞行秀 迷航机双雄使出浑身解数 在新加坡航空展上拼场 尽管比起往年 展览规模缩水不少 但主办单位和参展厂商 已经把低潮抛在脑后 看好疫后业绩飞高高 期待已久的复苏终于要来了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 各国实施严格边境管制 忙碌的机场瞬间变成空城 随着疫苗接种率提高 各国选择与病毒共存 连一项观景国门的亚洲 也陆续解除边境管制 等了两年的航空客运 终于渴望迎接春宴 飞越物货危机与油价大涨乱流之后 全球大解封商机前景可期 印尼巴厘岛二月热烈迎接 近两年来第一个国际直飞航班 机场还特别举行洒水仪式庆祝 乘客对于能再次造访 这个度假胜地相当兴奋 新评机构会议预期 全球今年航空交通将回升到 疫情前七成的水准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则预估 全球航空业亏损将降到 一百二十亿美元 比去年大幅缩减近八成 不过航空业对油价极度敏感 燃料费用占总成本超过两成 乌尔危机爆发后 国际油价大起大落 业者可能将油价上涨 增加的成本 反映在票价上 来减轻对业绩的影响 抢搭解封班机的旅客 得先把钞票准备好 进行我李文彬要续帆报道 好 新冠疫情大爆发之后 它重创了整个航空业 估计在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二二年 它赔掉会超过两千亿美元 算一算是将近五点九兆的新台币 不过从今年开始整个需求慢慢复苏 市场普遍看好航空业在明年就可以转亏为盈 我们先来看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也就是二零一七年到二零一九年 你可以看到整个航空业它都处在获利的状态 全年的获利呢大概就借在两百多亿到三百多亿美元 不过在疫情爆发之后 它们的业绩急转之下 光是在二零二零年它就亏掉了超过一千亿美元 到了去年二零二一年又再亏了五百二十亿美元左右 不过在今年整个国际旅行复苏 它今年的亏损呢 预估会大幅的下降到一百多亿美元 明年呢更渴望恢复获利的情况 在航空公司传出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美股的财报季这个礼拜将会由大型的科技公司来接棒 不过预料呢 它们的获利都会比去年的同期还要更低 首先我们来看到谷歌母公司Alphabet 在上一季它每股纯益EPS 预估会微幅的减少大概百分之零点五 微软呢渴望会成长 至于Meta跟Twitter则可能大幅缩水 Twitter它的减幅呢甚至预估会超过八成 另外通讯的晶片大厂高通 上季的EPS可望可以成长超过百分之五十 而地表市值最高的苹果只会成长百分之二 另外在亚马逊跟英特它可能大减超过四成 前瞻二四七每周一开始 带你掌握未来七天每天24小时 随着全球转动的财经大事件 首先来看到美国 它礼拜四会公布的是第一季GDP的初估值 不过受到整个通膨高涨的影响 它冲击到消费支出 所以市场预期它的GDP成长率将会大幅的降到百分之一左右 接下来在礼拜五呢 欧元区会公布的是四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不过受到整个乌尔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的影响 CPI的年增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到百分之七点五 会再度的创下新高 最后要公布的是中国四月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随着封城重创了经济活动 制造跟非制造业的PMI 在三月它跌破了五十融枯线之后 可能会进一步的下滑 代表的是中国的景气 加速的萎缩 台湾美国大企业上级的业绩表现 下一段节目我们要请专家分析 半导体业的最新情绪 半导体的景气跟股价最近出现了转折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围区科技总经理吴金融 跟我们分享供应链第一手的观察 带您提前掌握趋势的变化 其他总经理原本预估呢 今年第一季整个晶片荒的状况就可以缓解 结果爆发了乌尔战争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他对这个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您怎么评估 第一个部分就是对半导体原物料的攻击 那基本上乌克兰以及俄罗斯 他们主要的对半导体影响最大的是 多性气体就是奶气 主要是奶气 那因为奶气每一个半导体都要使用 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有一些贵金属 可能也会在半导体的制程里面 会被使用到 不过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半导体厂都有库存 而且虽然他们的这个市占率比较高 但是还有其他的来源 所以呢乌尔战争开始以后 我想以今年第一季台积电的话说 魏哲加总裁就特别指出 他们台积电这一类的原材料 他们都有充分的准备 所以都没有问题 那我想台积电当然是很强势 其他的半导体厂应该也不会产生重大的问题 这是第一方面 也就是说 恶物战争对半导体的材料供应应该是不会成问题 只不过这些材料价格会高涨 但是问题是这一些气体占整个半导体生产成本的那个比例是相当低 所以即使涨了十倍二十倍也没有什么 现在是涨了说五六倍六七倍应该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好我们听到专家说因为有库存加上有替代的这个其他的管道 所以物货战争呢 他对半导体原料的供给其实影响比较有限 那我们就好奇了他对终端需求的影响 您怎么看 恶物战争事实上 对全世界的总体经济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通盆 这个使通盆 尤其是乌克兰是粮食生产大国 而俄罗斯是能演生产大国 他们的这个在世界上的占有率都很高 这个恶物的战争推升了通盆 那么通盆上来以后 全世界的总体经济会受到影响 所以基本上就说IMF就将GDP往下调 我想往下调后面还会调得更多 这个当然会影响对整个半导体后续的需求 在全球通盆持续加剧之下 其实晶片的需求可能还会在继续进一步的下挫 那另外一个我们关心的是 现在晶片的交货期它不断的在拉长 尤其三月平均要等已经超过26个礼拜 那您怎么看这个长短料的情况 有没有机会可以改善 现在媒体上所讲的交货资料 坦白讲我个人很怀疑的 事实上交货有在所短 但是看就是现在长料事实上是越来越多 短料当然还是有 举例来讲现在缺货最严重的就是像 网通的就是说网路通讯的 包括WiFi的这些都是比较缺掉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到需求 事实上是在往下滑的 只是没有滑的那么严重 但是对于上游来讲 就是晶圆厂 我想晶圆厂的部分就是说 这些IC设计公司 不敢太轻易的去砍晶圆厂的订单 好我们听到专家他特别提到这个厂料是越来越多 那整体的需求也下滑 其实背后是不是反映的是 目前整个终端产品的市场需求的情况 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几个 第一个手机的库存是相当的严重 尤其是中国大陆厂商的手机库存 而且第二个 中国大陆的手机的这个销售状况 也很不理想 以今年第一季 第一月和二月 以第一季来看 因为三月的资料可能还没有出来 大概过几天才会出来 那么事实上 它的连增率事实上 大概是在-20%左右 所以中国大陆大概占全球手机市场 大概接近25%到30%之间 那中国大陆下修 其他的地方也会下修 除了手机以外 我想像平板电脑 笔记型电脑 这些都会下修 好 专家他特别提到 这个手机跟平板电脑 它的需求量可能会进一步的下修 那再加上整个攻击的状况 可不可以请专家跟我们总结一下 下半年的半导体产业景气 您是看好还是看坏 现在有一个很调诡的现象 就是说因为 这个整个通路 或不能唱急流 在海上 这些部分 那么导致是一种恐怖平衡 那事实上 你如果是仔细调查 事实上通路上 很多的库存都很高 比如来讲 手机的库存很高 那么笔记型电脑 没有人仔细去调查 那我相信 它的库存也应该不低 而且有的库存 可能是在运送的过程 可能在海上 可能在货柜厂 各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我预期 因为现在这个很调诡的现象 大家是一种恐怖平衡 尤其是中国大陆 又在封城的过程里面 我想需求一定会再度走弱 所以下半年应该整个景气 翻转的机会是不小 好 专家你刚刚特别提到的 这个中国封城 它其实现在影响也特别大 尤其它对整个供应链再度的陷入瓶颈 那它对半导体的产业冲击有多大 中共的强力的一个封城的措施 导致这个货进不去 也货出不来 那整个工厂里面 几乎形成类似像孤岛 当然它慢慢的 本来疫情两个礼拜 但是事实上 这个时间比较长久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的封城 大概两个部分 对于供应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为有太多的原材料 尤其是在上海 苏州地区 这个地方事实上 对于整个全球的供应链影响很大 好 专家我们接着来关心 这个晶片站的最新瞻况 我们来看到英特尔 他持续地长化他全球的布局 他也加速他技术的研发过程 他想要夺回的是 先进制程的领导地位 那当然他挑战的就是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关于这个英特尔 跟台积电的竞争对决 你有什么想法 英特尔其实他现在 我看这一阵子的 有些表现是不错 他发表了很多新的产品 在性能效能方面 都有很大的进步 比如说他的 Core i 13代 以及将要出来的14代 然后他现在的新的 比如说他的独立显卡 GPU 做出来也蛮成功的 然后他还有开给就是虚拟货币挖矿用的这个晶片 这个也相当成功 事实上我认为 季辛格他真正应该是要盯紧这个 但是他可能想要创历史的记录 所以他就是很积极的到各地要设厂 比如说他在美国第一个他在Arizona已经要投资200亿设两个 大概是五奈米三奈米的厂 甚至将来的两奈米 另外一个现在他美国 Ohhio他也要设厂 而且这个是一个长眼的计划 然后他在 另外他最近也扩充他的一个竞业场 这个可能是要做他的Intel试用 要导入EUV 然后他又在欧洲 比如说在德国要花170亿美金 这个建厂 这个战线拉太广 我相信可能对Intel不会是好事 除了Intel之外 台积电他的另外一个对手 就是韩国的三星 那现在面临到三星跟英特尔 在半导体先进制程的夹体之下 台积电他还可以维持他的领先优势吗 进入三奈米两奈米 这个半导体的制程是有面临很大的挑战 没有真正进去 比如说三星 他原来信誓旦旦讲 他今年上半年 他的三奈米的GAA就可以量产 那事实上 现在他可能在实验室有生产 但是根据媒体传出来的消息 他的量力大概只有10%到20%之间 说不定还可能更低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是没有办法生产的 Intel以后 我想也有可能遇到 跟三星同样的状况 好 谢谢围区科技总经理吴金融 带给我们的精辟分析 休息一下 继续静转全球 韩牛的成功 南韩的娱乐经纪公司 他是背后最大的推手 他们也被称作是造星工厂 而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 跟练习生出道海选一样 是非常的激烈 上市房弹少年团爆红之后 他就带忘了背后的经纪公司 打破了原本三场鼎立的局面 随着几鼓声响起 南韩娱乐公司Big Hit Entertainment 2020年10月 正式在南韩交易所 画牌上市 Big Hit Entertainment 是世界最高的音乐和艺术师 而是世界最高的音乐和艺术师 而是世界最高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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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间小型公司上市后 股价立刻飙涨两倍 市值冲上十一兆韩元 很甩南韩三大经纪公司 SM JYP和YG的合计市值 创始人房时赫生价 也跟着冲上超过三兆九千亿韩元 相当于新台币一千亿元 二零二一年更改名成 Hype娱乐并购多家南韩 甚至海外经纪公司 能如此迅速扩大规模 还得归功于南韩人气天团 BTS防弹少年团 Big Hit公司培训BTS 给予他们出道和发光机会 但同时BTS也是一手 养活经纪公司的工程 Big Hit销售额几乎年年翻倍涨 营业利润更是从 二零一八年七百九十九亿韩元 二零一九年九百八十七亿韩元 攀升到二零二零年的 一千四百二十四亿韩元 BTS带领公司 达破长年三剧头顶力局面 成功和SM YG JYP等 老牌经纪公司定价期需 和Eli Icon 包括K-pop pioneer Seo Taiji 和SM Entertainment Founder Lee Sooman Lade the groundwork for today's K-pop industry Today the Korean wave is a multi-billion dollar industry 2000年代韩流开始 风靡亚洲 最大推售就是1990末成立的 SM YG和JYP 被誉为造型工厂 打造无数人技团体 SM娱乐的一代韩团 少女时代和Super Junior YG娱乐进军国际的BIG BANG 和BLACKPINK 和JYP早期人气团体 Wonder Girls和每首新曲都爆红的 TWICE 三大公司横跨期待的团体 都收获海内外不少人气 各自砸大钱培养练习生 大量生产偶像团体 并严格管理 确保艺人形象 再加上了字号品牌 可以说是赢在一起跑点 美推新团必爆猴 如日中天的K-pop男团 最怕面对入伍 虽然南韩国会通过法案 允许BTS防证少年团 这些顶级K-pop明星 最晚三十岁入伍 但Bitken如何延续BTS服役期间的人气 还有达造下一个小经济 将是一大考验 而三大经济公司巨头 面对风格类似的新团 逐渐降化的表演内容 人气团体合约到齐的七年魔咒 练习生 剥削争议等 如何找到突破点 也是南韩阮实力 能否延续的关键 前面最后 带你到北韩平壤 看看太阳节灯会 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也请你按赞分享 持续订阅锁定静转全球 感谢收看 我们下回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订阅